張誠大哥 我記得你是民國71年 從軍校畢業對不對 是 沒錯嘛71年 為什麼算一下 有40年的時間 當蔡英文總統在星期二 接受CNA的專榜首度證實 美軍在台灣協助訓練 來你怎麼樣來看 包括有沒有 那是在訓練什麼 以你的了解 來張誠大哥 重點是總統怎麼說這個話 他除了說的第一句話 就是說那個台灣的威脅 不斷的在提升 第二句話更重要 總統這麼說 我希望觀眾朋友 把一件事情分開來 有軍人在台灣 跟有軍隊在台灣 是兩件事 一定要把它分開來 總統說的是 U.S. military trainers 是軍人在台灣 這個軍人做了什麼動作 工作是訓練 是訓練 不是有個軍隊駐紮在台灣 這完全不一樣 軍隊是有作戰能力的 訓練是訓練中華民國的國軍 好 那我從這個點開始來講 把從我軍校畢業到現在 我所看到的事情 剛剛余將軍也提了一部分 從我讀軍校 我讀軍校那一年 民國67年是中美斷交那一年 中美斷交之後 的確在那個時候 我們跟美國的關係 有冷 冷掉了一陣子 可是大家注意看 如果大家看新聞 是不是每隔一陣子 就聽說陸軍官校 跟美國西點軍校 有交換學生 每隔一陣就會有一點 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其實這個溝通管道是在的 另外一個我們再看看 也算真實狀況 這是屬於軍校層級的 那再看比較紫餐層級的 我們現在的國防部長 跟前任的國防部長 都在他們履歷上 都有在美國紫餐學院 受訓的紀錄 那也都在中美斷交之後 從窮國政到之前的 洪世寬 對 都有都有 都有在美國紫餐學院 受訓的紀錄 那這是已經斷交了 那斷交了怎麼還會有 會有這種軍事來往呢 軍事來往 我在我以自己本人 我在美國太空總署工作過 那個時候呢 一樣有中國大陸的人員 到那個地方去 那我們所受的待遇是不一樣的 我們跟中國大陸的差別 我們叫做非邦交國 他們叫邦交國 可是後面的句話更重要 我是非邦交國的友善國家 他們是非邦交國的hostile 敵意國家 那你想想看 如果一個國家在面對外國人的時候 有沒有邦交 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準則 這個代表層級之外 但是friendly and hostile 這個完全是不同的意味 我想從這個點來講的話 我們先跟大家表明一件事 雖然我們台灣跟美國 現在沒有實質的外交關係 可是美軍在台灣所做的 尤其剛剛支持 剛剛講training那件事情是存在的 那我再把從剛剛講到 從軍校基層的訓練到紫山訓練之外 我有一個學弟 陸軍官要畢業也住在龍潭 他姓蒲 就是大力學的那個蒲 我就知道他參加過 綠扁帽部隊的受訓 他在哨校的時候 而且去的時間還滿長的 他就是中華民國特戰部隊的一個軍官 那從這個點點地帶來講講 可以看出來美中雙方的軍事交流 是一定是平凡的 最近最近共軍老台 是 而且直升機都來了 直升機出海 你說代表他的部件 跟他的能力不容小覷 這件事情我等於要仔細談 我想談的是一件什麼事情 剛剛于將軍有提到一件事情 美軍是有實戰經驗的 在這個時間點 我絕對相信 有美國經過實戰的飛行員 在我們空軍的機場 跟我們中華民國飛行員做交流 如果跟解放軍的軍機碰面的時候 該作為是什麼 剛剛余將軍講的 通通是陸軍步兵對面作戰事情 空軍一樣有 我們空軍有若干個連隊在台灣 每一個連隊 我們預估大概多少人 這些trainer military trainer in Taiwan 這是可以想像的 好 這個是在軍事訓練方面 那我就想像把他推到另外一部分 也是我親身經歷的 我在中科院 我中正理工學院 變風化到中科院之後 我就在從事 國防科技研發工作 我做的第一項工作 是研發常白雷達 那時候我們國家 根本沒有做項列雷達 任何能力在裡面 那我們連傳統雷達都做不好 我們要開始做項列雷達 那個時候的確是美國 手把手帶著我們 把項列雷達設計出來的 一點一滴的教我們 那如果美國對我們不是個 Friendly country的話 不是個友善國家 這件事也不會發生 好 這件事要發生這個作為 我們是軍方單位 那時候中科學院是屬於國防部的一個單位 如果我們要跟美國做這種軍事科研的合作 沒有美國國防部 美國軍方的認可是不可能發生的 這是我從科技的角度來講 那接著從我們中科學院三彈一機 就是天空天艦雄風 艾隊研發出來後 美國開始釋放更多的現役裝備給我們 這是事實 譬如說最近最近的 不管是魚叉飛彈 不管是愛國者飛彈 不管是F16V等等的都是最新的戰機 那這些裝備上的合作也是一直進行的 那我再講一個我自己經過的信心 剛剛余將軍談到說紙餐作業 紙餐作業裡面有一個很難很難的 叫做兵棋推演 兵棋推演 兵棋推演不是我今天跟你下象棋那麼簡單 那個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工程 當年美軍建議我們要引進兵 推到我們漢官演習裡面 我們中華民國哪有這種能力做兵推 當然是美國又是手把手帶著我們來做 那個時候我就是中科學院的代表 跟著美國的蘭德公司 一起建立我們中華民國的ZATOS 還有EAD SIM的兵推系統 我們就在那時候建立的 來帶著我們做的這些人 絕大部分是剛退役的軍職人員 那這些剛退役的軍職人員 如果沒有美方的許可 怎麼可能發生 所以我想跟大家說明一件事情 剛剛總統講的 US military trainer in the island 是一直在進行中的 那我想特別有一件 美軍一直都在台灣的 這個是美國的海軍陸戰隊的一張照片 這時間發生在2019年4月 這在美國海軍戰隊網站出現的照片 他們在模擬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兵推 不管是模擬哪次戰爭的兵推 這個地方大家一定很熟 它叫台灣 如果美軍在做兵推 是對著台灣在做兵推的時候 大家來直覺的想想 有沒有美軍的人員在台灣 我想這些點點滴滴通通加起來 我想蔡總統講的 只是把一件以前不容 不太方便公開講的一件事情 公開的說明出來了 就是有美國軍人在台灣